有生命故事的声音 能改变生命的 能拯救生命的 翻天覆地的生命 二无反顾的生命 以声音 讲出的生命故事 源源不存 横穿古监 诸爱已昭明 如月之弱 诗旧属写罪名 留心言读 专心倾听 同心分兴 穿梭圣经内 主已发声 以真理生活 就上择路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 穿越圣经 这个节目希望帮助 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 成为一个遵行 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 上一次节目时间 我们查考分享了 希伯来书十一章 七至十一节的内容 我们先来重温 信服 有时是会招来别人的嘲笑 就好像罗亚一样 亲爱的听众朋友 面对别人的冷嘲热奉 你还愿意继续信服神吗 罗亚经历过被排斥 被拒绝 因为他有别于他的轮舍 神吩咐罗亚在罕地上建造一艘大船 即使这个命令看来很愚蠢 罗亚仍然服从 罗亚的信服 使他在轮舍当中看来相当古怪 就像初信基督的犹太人的处境一样 成为了疑虑 当你信服神的时候 就算其他人认为你乖 认为你利群 你都不需要诧异 因为你的信服 就显出他们的不信服 要记得 神要我们做事 他就必定赐我们足够的力量 完成这一份工作的 作者说 亚伯拉罕恩着信 梦照的时候 就遵命出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 你可能会说 有一天 神或者都会这样吩咐我 我真的要好好想想 应该怎样回应 根据创世纪第十二章到二十五章的记载 亚伯拉罕的一生 是充满信心 他毫不怀疑的 信服神 按照神的吩咐 就离开家园 前往另一个地方 他对于神 和他所立的约 深信不疑 亚伯拉罕信服神 甚至是愿意将 儿子以撒 献祭给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 今天 如果神要求你 离开熟悉的 有安全感的环境 按照他的旨意而行 你也都不要觉得惊讶 希伯来书的作者说 恩若信 连撒拉自己 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 还能怀孕 人他以为那 应许他的 是可信的 这件事实在 是奇妙的恩典 如果你是撒拉 或者你都会有 他的反应 撒拉是阿伯拉罕的妻子 虽然结婚很多年 却没有子女 神应许 像他们一个儿子 但是撒拉就认为 自己年纪老迈 不可能会怀孕 起初他还偷笑 后来他终于相信 接着来 我们继续研读 和查考 希伯来书十一章 十二节到十九节的内容 希伯来书十一章 十二节记载 所以从一个 仿佛已死的人 就生出子孙 如同天上的星 那样众多 海边的沙 那样无数 因着信心 事情就这样成就了 但是请你注意 阿伯拉罕和撒拉 活着的时候 并没有见到 神的应许 应验在他们身上 以撒出世的时候 阿伯拉罕 差不多九十九岁了 在人体里 阿伯拉罕 完全不可能成为父亲 但是神仍然应许他 有众多的后裔 而这件事 一定要成为事实 阿伯拉罕 透过以撒 成为众多地上的子孙 即是希伯来民族的祖先 他亦透过基督 成为无数属灵后裔 即是往后历代 真信徒的祖先 大概下 海边的沙 所指的是他地上的子孙 而天上的星 就代表他属天的后裔 阿伯拉罕的时迹 记载在旧约圣经 创世纪第十二章到二十五章 根据罗马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 以及加拉太书第三章的记载 神约圣经称他做信心之父 是凭信心生活的人的非凡榜 将来要得遗孽的地方 以及所应许之地 都是指加南 阿伯拉罕完全相信神的带领 虽然他都未知要去哪里 仍然遵照神的命令出去 他亦都恩着信 虽然住在地上的帐幕当中 却是能够见到天上的耶路撒冷 即是神所建造的永远的城 仿佛已死的人 意思就是指阿伯拉罕都已经成一百岁了 身体虽残下年纪老迈 但是他生出一个以色列民族 更因为他的信心成为今天一切信靠神的人 灵性上的父亲 正如加拉太书三章七节所记载 所以你们要知道 那以信为本的人 就是阿伯拉罕的子孙 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 希伯来书的作者停止了对一众族长的信仰历程的回忆 并且提到这些信心的前辈 他们所拥有的五个特征 即是确信 印证 盼望 分辨力 和赏识 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 经文记载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女是寄居的 种族长在世的时候 加兰地的英许还未曾成就 但是 他们因着确信这个英许 必定能够成就 因而喜乐 因为他们盼望那个永恒之家 所以在世上 他们就能够好像客女一样的生活 这里 告诉今天的信徒知道 世上的生活 就是客女的生活 是为着永恒作准备的时期 而在天上的生活 才是真正的生活 而通过这些 我们知道以下两点的教训 第一 有确信的信徒 才能够成为福音的见证人 第二 对信徒来说 重要的不是拥有什么 而是盼望什么 凭着信心行事 可以令我们认清楚 身为神的儿女 我们在世上 只是客女 和寄居 以色列 中族长 他们都是 存着信心而死 他们在有生之年 并没有 看见应许的成就 例如 阿伯拉罕 并没有 见过他自己 中多的子孙 希伯来人 从来都没 完全 占据过神 所应许 给他们的土地 旧约的圣徒 亦没有目睹过 尼赛亚的应许 如何应验 但是 当他们远望的时候 他们的眼光 就将这些应许 带到面前 那个距离 近到 圣经形容 他们是 欢喜去迎接 他们知道 这个世界 不是他们最终的归宿 他们落于成为 客旅和寄居的 又拒绝安顿下来 让自己过一种 舒服的生活 他们的希望 其实是 能够走过 陈世道路 不受污染 他们定义 要向属天的圣地 来进发 正如诗篇 八十四篇 五节所记载 赐你有力量 心中赏往 石安大道的 这人便为 有福 希伯来书 十一章十四节 说这样话的人 是表明自己 要找一个家乡 旧约族长 时代的信心伟人 他们的生命 很清楚表明 他们要寻找一个家乡 他们对神有信心 产生一种 要回家的意愿 人慈加南地的种种乐趣 不能够满足他们 他们心中总是渴望 要进入到更美之地 是他们可以称为 家的归宿 信心令人仰望未来 神的乙女 都要仰望未来 我就很喜欢 现在居住的地方 这里是我住得最久的地方 虽然空气不是那么好 交通有时很挤塞 但是我就很喜欢这个地方 也感谢神赐这个地方 让我居住 我实在住得很舒服 不过我经常都向神祷告 求主不要让我过分 贪爱目前的生活 爱到一个不想离开 这里的地步 凭信心 我们在世上其实是客旅 是寄居 我们都仰望一个更好的地方 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 在这篇经文当中所说 说这样话的人 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 要找一个家乡 这句说话 制止列祖 将自己称为客旅 称为寄居 是因为他们对天国 有一个明确的盼望 因此 信徒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动力 就是对永生的盼望 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五到十六节记载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 患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此 因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如果有人对这个世界觉得满足 其实他可以转身回到这个世界 但是属神的儿女 他们选择凭着信心去仰望天家 作者说 旧日时代的信心为人在寻找家乡的时候 目的是要澄清 他所指望的不是自己的出生之地 阿伯拉罕如果有意思翻翻米苏 不达米亚 他可以这样做的 不过对他来说 那里已经不再是家乡了 这里的正确解释就是 他们正在寻找在天上的家乡 真是异乎尋常 因为神被以色列人的应许 大多数都是关于地上物质的祝福 但是他们就同时拥有了属天的盼望 而这个盼望 令他们看世界为异地 只是在过寄居的生活 寄居者的心态 特别能够得神的喜悦 有学者说 那些心系天上 以属天产业为自己福分的人 神就被称为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此 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在那里他们是会找到安息 满足完全的平安 族长知道 可见的家乡其实是暂时的 天上的家乡才是最好 因此他们就放弃 对世俗的眷恋 单单仰望神 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教训 第一 信徒不能够执着于 不信的时候 所享受到的世俗生活 第二 需要分辨神所喜悦的东西 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这一句表明 神为信徒预备了赏赐 因此信徒不应该执着 追求世上的福分 而是要盼望天国的赏赐 并且在患难迫白当中 大大喜乐 马大福音五章十二节 记载主耶稣教导门徒说 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这样逼白他们 中环圣经教导 图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 穿远圣经 接下来的经文 作者再次列举信心前辈他们的生活 并且表明神应许的伟大 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说 阿伯拉罕恩着信 被事业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 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 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 作者提及阿伯拉罕面临最严峻的信心考验 神吩咐他将独生子以撒献在壇上 而阿伯拉罕毫不猶疑 他顺服将自己最心爱的儿子献给神 难道他察觉不到自己落入极大的困境吗 神曾经应许赐他无数的子孙 以撒是他独生儿子 这个时候阿伯拉罕已经一百一十七岁 撒拉都一百零八岁 现在我们要看看阿伯拉罕的万年 他献上以撒为祭 这个是最高等的祭物 他将神给他的儿子献上给神 根据创世纪二十二章一到十节记载 阿伯拉罕虽然得到 神藉着以撒凡显子孙的应许 但他仍然信从神的命令献上独生子以撒 因为阿伯拉罕坚信 神必定成就应许 阿伯拉罕是信靠神 是信服神的 他是信心之苦 希伯拉罕的作者 告诉我们以下几点信息 第一 神信实地履行应许 第二 神的一切命令 最终是位着信徒的福分 第三 当信徒遭受危机的时候 神是不会就手旁观的 希伯拉罕十一章十八节话 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 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其实阿伯拉罕还有其他儿子 但是以撒就被称为他独生的儿子 以撒是阿伯拉罕的独生子 因为这个是神应许 要给他的儿子 后裔不计其数的这个应许 是必须透过以撒来成就 这个就是那个难题 如果阿伯拉罕将以撒杀死 这个应许怎么成就呢 这个时候的以撒都不是小朋友 至少是已经有力气自己背起柴枝的青少年 不过尚未娶妻而已 阿伯拉罕献以撒的事 记载在《创世纪》二十二章 他的信心好像山那么牢固 深信以独生子以撒来作为凡祭 神是能够叫以撒从死里复活 而神也在最后关头阻止阿伯拉罕落手 以撒真是有如死而复活 而讲到制生就以神所预备的一只公养 来到去代替了 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九节话 他以为神还能叫死人从死里复活 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 阿伯拉罕知道神应许过什么 这点是最重要的 他认为神如果要他将儿子杀死 神一定会令以撒从死里复活 来应验神的应许 直到当时为止 世界上从来没出现过死人复活的记载 连一次都没有 事实上复活的观念是阿伯拉罕首创 他对神的应许充满信心 推断神必定使以撒复活 阿伯拉罕也都好像从死亡之中得回以撒一样 他已经确认以撒必须被杀死 神就因此加许他的信心 但是有学者很深刻的指出 神令阿伯拉罕免于受创和心碎 但是神自己就饱上丧子之痛 在这里神安排一只羊代替以撒 使到这个独生儿子 可以回到父亲的怀抱 抚慰老父的心灵 我们结束讨论这个伟大的信心榜样之前 我要指出两点 第一 神从来没真正打算过 要阿伯拉罕杀死自己的儿子 神从来没要求他的子民将人献上遗祭 神试验阿伯拉罕的信心 要知道阿伯拉罕的信心是真的 神于是就撤回命令 第二 阿伯拉罕相信神要赐他无数后裔的应许 但是这个信心所受的考验时期 超过一百年 当这一位一族之掌首次得到应许 说神要赐他一个儿子的时候 他年纪是七十五岁 他是等了二十五年 以撒才出生 而阿伯拉罕带着以撒登上摩利亚山 要在那里将以撒献给神的时候 以撒的年纪十七岁 以撒到四十岁才结婚 结婚二十年后才生了双胞胎 阿伯拉罕一百七十五岁就逝世了 离世的时候 他所有的后裔 包括一个儿子和两个孙 但是根据罗马书四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记载 阿伯拉罕在世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 神并没有要求阿伯拉罕献上以撒 是到他年老的时候 神才叫他这样做 因为阿伯拉罕 起初都没有信心 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 那神永远不会试验你过于你所能受 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讲过 你们所预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神没有叫阿伯拉罕献上以撒玛丽 就是说神没有要阿伯拉罕 将以撒玛丽献在坛上 为什么呢 首先以撒玛丽不是应许之子 第二 你看得出 那时候阿伯拉罕是做不到的 阿伯拉罕甚至懇求神 不要将以撒玛丽送走 他求神让他保佑这个儿子 让这个儿子可以成为应许之子 看一下 那时候阿伯拉罕的心 未曾预备好 当以撒世的时候 阿伯拉罕也不可能将他献上为子 以撒长大了 阿伯拉罕预备好了 他懂得怎样信服神 倚靠神 在这里我们看到信心 真的要经受考验 我又想从另一个角度 看一下阿伯拉罕 我们经常以为神给他这么大的应许 要将加南地赐给他 让他后裔极其繁多 但是呢 阿伯拉罕活着的时候 他到底得到什么 见到什么 他都未曾见到这些应许应验 在自己身上 他只有神赐给他那一个家 阿伯拉罕更年轻 住在加勒底吾尔的时候 他跟一个美丽的女子结婚 有一天 阿伯拉罕回到家 就对撒拉说 永生神呼召 我要我离开这个地方 当时的吾尔是拜偶像的地方 那我们想象 撒拉会说 你在这里的生意做得很好 所有的亲戚又住在这里 朋友又在这里 那你到底要去哪 阿伯拉罕回答 我都不知道 那撒拉就很疑惑 神呼召你 但是你不知道去哪 到底是什么意思 阿伯拉罕就说 神一定会带领我 我是要离开这里 最后连撒拉都说 好吧我跟你走 于是一对年轻夫妇离开不容易 他们当时的信心都不是很大的 他们带着爸爸 和一些亲属一起离开 来到哈兰 在哈兰逗留了一阵 直到父亲他拉过身 就将父亲葬在那里 跟着阿伯拉罕进入了应许之地 神在那里向他显现 神对他说 阿伯拉罕 我答应你的 我是会做到 我还要给你一个儿子 这样才是一个家 阿伯拉罕和撒拉会得到一个儿子 阿伯拉罕和撒拉建立一个敬虔的家 这个是神要年轻人去建立的家 我们可以称之为基督化的家庭 为了让阿伯拉罕和撒拉建立起敬虔的家庭 神并没有叫他们去上一些家庭的课堂 也都没有给他们预备 可以辅导他们的牧师 今天教会当中 我觉得我们的牧师 做得太多的辅导了 告诉年轻人听 这样做 不要这样做 很多事情已经变得太过理想化 但是神其实非常实际 神说 阿伯拉罕 如果你要按照我的方式建立家庭 你就必须离开你的父母 这个是神从一开始 就对阿当和夏娃所讲的说话 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记载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以人成为一体 虽然当时的阿当和夏娃没有父母 但是在开始设立家庭制度的时候 神就定立了这个重要原则 曾经有年老的牧师 他见证说 我从来都不觉得 我这个祖父 有资格告诉子女 如何教他们的儿女 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父亲 我学会了 不能单单凭说话 就做一个称职的父母 子女有时会犯错 但不关我的事的 我们都经常犯错 他们又会犯错 父母真是不应该干预 儿女的家庭生活 当时 神就要求阿伯拉罕远离家乡 这样 他们的亲戚 就不能够干涉到 他们的家庭生活 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 我们停在这里 听众朋友对节目分享的内容 有不明白的 或者想进一步了解的地方 都可以主动的提问 我们更多交流 下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 愿神赐福保守你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